在大多数人的眼里 普吉岛就是一个完美的度假天堂 阳光、大海、沙滩 这里是一个幸福快乐的地方 极少人能够知道 在这个美丽岛屿的角落里 有一群特别的孩子 他们不仅是没有父母的孤儿 他们还出生就携带让人文之色变 现代医学至今无法治愈的艾滋病 他们是艾滋病孤儿 我的朋友前几天在Facebook发了个动态 说艾滋病孤儿院目前急需一些物资 希望大家可以一起捐助 本着公益精神我也加入了 但是在那个时候 我对这个孤儿院一无所知 今天我们购买的物资是20台风扇 几面穿衣镜和一台衣水机 早上9点我们就买好了物资 出发前往普吉岛东面西瑞海角的孤儿院 这次前来 朋友还叫了他酒店的几个工人 在现场帮助做一些安装工作 这个孤儿院不仅物资紧缺 也穷到没有钱请工人 之前也有一些善心人送来一些物品 因为没有人会安装 都搁置在储物间里 这四个工人在一天的时间里 帮助这里解决了很多的维修和安装问题 因为要在每个房间安装风扇 让我有机会走进这些孩子的房间 这里房间家具大多数都是各个地方捐赠来的 每个孩子拥有的物品都少得可怜 而且我发现 每一个小孩的床上 都有一些大大小小的布娃娃 可以看出这些孩子是非常缺乏安全感的 看一下以前的风扇是怎样 其实会有很大的噪音 而且这个风力也不是很好 这个风扇一直在颤抖 的确是该换了 等这些小孩回来看到有新的风扇 肯定会很高兴 2011年吧 2011年呢 真的十年 能用十年也还可以吧 物尽其用了 你看啊 孤儿院的管理人员带我参观园区 让我了解到这里的一些历史 这个孤儿院在2002年成立 19年前 四个西班牙人来普吉旅游时候 看到电视新闻 了解到一些泰国的艾滋病问题 于是他们当即决定成立基金会 帮助艾滋病孤儿 四个人共同出资买下了位于普吉岛东面 西瑞海角的四来土地建造了这里 给了不幸的孩子们一个家 并且约定这个地方不得用于任何商业用途 如果将来普吉岛不再有艾滋病孤儿的问题 就把这个地方捐赠给其他的慈善机构 继续造福社会 基金会成立以后 救助了很多儿童 最多的时期有60多个孩子生活在这里 随着医学的进步 艾滋病的母婴传播逐渐得到控制 这里目前有13名艾滋孤儿生活在这里 平均年龄在12岁左右 他们都在当地的公立学校上学 因为涉及到孩子的隐私 所有的来访者都不可以拍摄到孩子的脸 这电脑也是捐赠的吗 为什么他们这里这么穷啊 我问他说 为什么这里看起来很穷困 为什么实际上有安心的人也很多 不管是在当地的华人系统 或是外国人 为什么这里看起来是这么辛苦 他说因为在社会大众 还是不了解这HIV的疾病 他们还是会比较担心来这边会被感染 这边的小朋友是被保护了 没有办法上镜头 所以就更少人来这里做协助 做一些慈善 这个Standa的饮水器已经坏了很久了 所以这里的小朋友就没有那个冰水可以喝 这个很感谢我们 进去带来帮他 那个装置这个电厂量这里呢 下午一点多我们在孤儿院的餐厅午餐 厨房阿姨把一个混血男孩从放学的幼稚园接到餐厅 小男孩只有三岁 是孤儿院里最小的孩子 刚刚开始上幼儿园 他进来餐厅后就坐在我的身旁 也不说话 只是安静的低着头 他的睫毛很长 眼睛很大 稚嫩的脸上有着不符合年纪的忧伤 后来因为到了要睡午觉的时间 哭着喊着被厨房阿姨给扛到房间睡觉了 虽然他只坐在我身边只有几分钟的时间 但是作为一个四岁半孩子的妈妈 看到这样年纪相仿 却生活在另一种世界中的孩子 真的让我心绪难平 后来通过跟管理人员的聊天 我了解到小男孩的情况 他的父亲是芬兰人 已经很早就回到自己的国家 母亲是泰国人 有毒瘾 而且患有艾滋病 因为吸毒被关进了监狱 因为母婴传播 出生就带有艾滋阳性的小男孩 在母亲进监狱以后 就开始像一个物品一样 从他母亲的一个朋友 转到另外一个朋友手中 辗转多次以后 其中有一个朋友是酒吧女郎 因为疫情酒吧关闭后 她失去收入 也没有能力照看孩子 也没有其他人 愿意收留一个有艾滋病的小孩 于是她就把这个男孩 送进了这个艾滋病孤儿院 听到这样的故事 我真的很痛心 现在已经可以通过服用药物 实现艾滋病的母婴阻断 小男孩原本也可以很健康 可惜她有这样不负责任的父母 注定了一出生就是不幸的命运 我现在把车开出来我才发现 其实这个机构就在海边 就是它这些树后面就是海 那这边是有很多的大渔船 然后这边好像还是一个船公司 这边整个是C-Star的办公室 全部都是C-Star的船 我原本以为结束孤儿村的活动后 我在这里的公益就告一段落了 但是回来后的这两天 小男孩的身影和床上的那些布娃娃 还是能够时常浮现在我的眼前 我觉得我还是应该再做点什么 去帮助这些孩子 这两天我从身边有孩子的中国朋友家庭 筹到一些玩具和衣服等物资 我也打算再买一些文具和食物送过去 还有一个中国朋友 听我讲了这里的故事以后 决定资助这里的孩子 我希望能够给这些孩子们 带来一些生活上的改善 哪怕是多一点笑容也是好的 也希望我的这个视频 能够让更多的人去关注艾滋孤儿问题 也希望能够有更多的人 可以减少对艾滋病的歧视